一个是稳坐香港大佬宝座多年的向华强 另一个是在香港影视圈数一数二的大哥大洪金宝 两人都是在香港只手遮天 无人敢惹的大佬 但是 让人意想不到的却是两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江湖上曾一度传出洪金宝想要追杀向华强的传闻 两人之间到底有何宁愿 能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两位大佬多年不来往 其中原因 是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龙 在六七十年代 李小龙在国外名声响亮 想回香港发展 此时香港唯有邵氏电影一家独大 几乎垄断整个香港电影市场 但邵氏制度脸色 工资低 抠门是出了名的 这其中引发海归高材生邹文怀的强烈不满 在邵氏受不到重用的邹文怀 依然决定离开并创立了与邵氏在市场电影 分野杯羹的家和电影公司 作为邵氏的眼中钉 看着身前身后有一帮当红艺人的邵氏 却不当一回事 心里只想看着家和失败的笑话 很多人在等看邹文怀的失败 而他在等一个机会 慧眼石珠看中了回港发展的李小龙 邵氏也同样看中李小龙 双方都想把这块肥肉挖到自己公司 但是邵氏却拉不下面子 态度傲慢 让为自己在香港影视圈独大 以为李小龙会选择邵氏 家和的邹文怀却放下老板的身份 多次亲自登门拜访 犹如三顾茅庐 也未想得到诸葛亮协助完成的成就大业 多次登门拜访诸葛亮表示诚意 也正是邹文怀诚恳的态度和高价报酬 打动了李小龙加入了家和公司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人才者得天下 如虎天意正是李小龙加入 让家和公司大放一彩 在香港电影市场稳站了脚步 名气很快就超过了邵氏 在当时家和几乎占香港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二 抢走了邵氏绝大部分市场资源 尽管邵氏着急上火 但他一时也找不到能与李小龙抗衡的明星 只能气得干瞪眼睛 李小龙凭借着几部卖座的电影 很快成为家和哥 身后跟着一帮小弟 其中就包括新人洪金宝 洪金宝通过在李小龙电影里露面 渐渐地在多部影视作武术之道 小有名气 李小龙对洪金宝很有好感 并且十分器重他 李小龙称他为灵活的胖子 而洪金宝更是把李小龙当作大哥 私下两人的关系非常深厚 正所谓树打招风 仍洪是非多 事业刚达巅峰之际的李小龙 突然猝死在丁佩家中 一代功夫巨星忽然倒下 李小龙的时代并没有辉煌太久 一时刻仇坏了老板邹文怀 谁都以为家和会不会就此败落 难道干躺着哨师看笑话 当然主动出击才是最佳的防守 邹文怀急需找一个接替李小龙的人 此人便是洪金宝 洪金宝和李小龙有着深厚的兄弟情 很快召集手下创立了洪家伴 而洪金宝又出生于演艺世家 头脑灵活 功夫了得 接下李小龙的担子 在李小龙的葬礼上 伤心不已的洪金宝发誓要查清李小龙的死因 所有的焦点都对准丁佩这个档口石 丁佩却传出于向华强的恋情 洪金宝一时放不下心结 怒火自然蔓延到了向华强的身上 一代巨星李小龙的去世 让洪金宝终究没能与李小龙合作出一部完整的电影 也让七小夫们丢了饭碗 至此 香港动作电影变群龙无首 向华强的势力是所想象不到的 他的父亲是香港和台湾广有人卖的狠角色 向华强捧红的明星更多 比如周润发 周星驰 成龙等 成龙大哥的交情和两人都还不错 所以成龙当时在香港几乎没有人敢动他 所以就算是拍电影亏了不少钱 照样有不少投资人找他拍 所以洪金宝是不敢动向华强的 相反向华强也未必敢动洪金宝 与此同时 之前跟随李小龙的大部分武术演员 也纷纷转头到洪金宝身边 于是洪家班就此成立 十万 对于洪金宝和洪家班一众弟子来说 李小龙就是死在丁佩家中 而丁佩嫁给了向华强 所以啊 向华强肯定不会是他们的朋友 但丁佩充其量只是洪金宝和向华强之间不合的表面因素 真正让他们多年不来往的关键因素还是利益冲突 上文已经提到过 邵氏公为了对抗家和公司而开始招贤纳财 而他们最终选择的合作伙伴就是向华强向华盛两兄弟 但此时 情况具有了变化 邵逸夫预感到将来电视一定会比电影的市场份额更大 所以他当机立端 结束了邵氏旗下的电影业务 将公司的电影资源和导演王金一起推荐给了向华强向华盛所成立的永胜电影公司 而洪金宝也在家和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宝和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自此 家和与洪金宝为一体后来成龙加入家和 也可算作是一体 邵氏公司为一体 永胜电影公司为一体 香港影视圈也开始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不过 随着时间的更替以及市场的变化 这三股势力逐步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首先是规模最大的邵氏公司 在放弃电影市场之后 邵逸夫主攻无限电视 才有了如今香港人引以为傲的TV比 在邵氏退出之后 永胜电影公司就成了家和和洪金宝最大的对手 而他们三者之中 最先出局的就是洪金宝的宝和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关于向华强和洪金宝之间 江湖上有这么一句评论论电影才华 向华强不如洪金宝 论经营才干 洪金宝不如向华强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永胜电影公司在王精加入之后 先后拍摄了赌侠系列 周星驰喜剧系列等较好又卖作的电影 在市场的淘汰下 洪金宝的宝和电影制作有限公司逐渐走向没落 由此 我们不难想到 在生意领域洪金宝算是向华强的手下败将 再加上向华强与丁佩的婚姻关系 所以洪金宝与向华强多年形同没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洪金宝出局之后 也就永胜和佳和两大大公司争夺市场了 但进入九十代末期以后 香港电影逐渐走向衰弱 而佳和的经营已遇上重重困的 于是2007年 邹文怀将佳和公司的全部股份卖给了如今的成天娱乐 成天娱乐如今电影和电视剧都有制作 广为人质的作品有赤笔投名状粉红女郎等 从此邹文怀退出江湖 结束了一段香江传奇 而向华强向华盛也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 向华盛面对不警戒的市场环境 选择退出电影圈 把永胜留给哥哥向华强 而自己则专注炒股 向澳门赌业进军 向华强在独揽大权之后 和妻子陈兰重新建立中国星集团有限公司 专门负责电影制作 发行等业务 直至成为香港唯一拥有大量制作 及全国音像制品批发零售能力的音像制品供货商 如今中国星可以算是全球华语电影制品 及发行最具规模的公司 所以香港电影圈中大佬们半个世界的竞争 真正笑到最后的就是向华强 也许是时间的力量 也许是向华强如今的影响力 长达40年不来往的洪金宝与向华强 也一笑闷能筹了 2018年向华强七十大寿生日盛典上 洪金宝带着儿子洪天明一起出席了向华强的生日宴 他们双方还罕见地拍了合影 而媒体也将这张合影称之为世界大合照 就此两人多年的恩怨纠葛算是一笔勾销了 如今时代在进步 社会也在变化 TVB在香港电视也一家独大 中国兴是香港影业的行业老大 但随着资本的进驻 流量时代的来临 香港电影日趋艰难 内地电影日渐崛起 所以香港与内地在电影上的合作也就更加紧密 而向华强的工作重心也逐步向内地偏移 只是在国外大片和内地电影的佳机下 香港电影还能突出重围再创辉煌吗 而向华强这一次还能笑到最后吗 欢迎讨论